I don't do Yea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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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I'm doing it 看到对手的牌 Sashimi意识到自己是没什么机会了 跟对手说 发意思牌啊 给老娘来个痛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接着来看Hustler超高额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Tone拿到一手一圈黑桃 在HIGHJAY位加注到了600 Sashimi K9红桃 在抓位选择跟注 今晚Sashimi到现在为止 好像也就赢了那么一两手牌啊 大部分时候入驰都在输 中牌率有点低 这手牌Flop4963张黑桃 Sashimi拿到顶对 可Tone已经是拿到了NAS花 翻后Tone并没有打 转牌一张红桃石 翻牌既然没人打 转牌Sashimi下注了 1900的破下注1000 他要试图搞清楚啊 自己的两个对手到底有没有黑桃 破跟注 而最终合牌呢 一张黑桃二 哎呀 这张二给Sashimi省钱了 如果合牌掉的是一张方块或者草花 Sashimi估计还要再开一枪啊 反正现在有摊牌价值啊 自己不需要打了 而拓的下注 3900的底池下注2500刀 这已经大到Sashimi跟不动了 不知道为什么 Sashimi 已经很久啊 没去打过周一的局了 以前他是周一的常驻嘉宾 但是现在至少快有两个月了 没在周一见到他 继续来往下看 Migida by Zkowski 绰号于13 大忙为58黑桃夹主到800 Henry勾七黑桃跟注啊 Sashimi的一手A5不同色 在枪口位也跟了下来 Flop圈圈七 Henry有中牌 Migida这手牌 好像也只有后门的铜花或者顺子可以去追啊 翻后继续下注500 这一枪打得很轻啊 连入池的Sashimi都没走 转牌一张方块6 这一张6给到Migida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而Migida继续下注的话 很有可能会得到Henry的连续支付啊 如果Henry并不相信Migida有圈的话 4000的坡下注1300 又是一个三分之一左右的下注啊 中牌的Henry继续跟下来 希望可以看到合牌的一个check check 这都行啊 强行买顺还真让他买到了 而这个牌面连续两枪都没能打走对手的话 没中牌合牌大概率是开不出最后一枪了 可Migida不但能开出这一枪啊 还可以随便下注啊 半持满持甚至是一个超持啊 都是OK的 现在他巴不得Henry手里有一张圈了 就当对手有圈来打 直接下注了一个超持啊 一万刀 这一万刀的下注啊 Henry应该是不会去call的 这没道理call了 对于Migida来讲呃做一个bluff的话 最多一个满持也足够了 超持的下注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下只能被毒成一手价值下注啊 或许不是一张圈 也有可能是棋手的一对K啊 而这张牌桌呢 还有一点 目前他们在玩stand up game 也就意味着Migida赢牌是必须要两牌的 这也给了Henry另外一个盖牌的理由 接着来往下看 难得一键的Limp肉池啊 Henry一圈加注到1200 枪口位Mirano的Straddle 圈3 并没有跟下来 Brandon装位二次红桃 还是选择了跟注 翻牌A50 哎呦这个是Brandon拿到一手花式双抽啊 这很舒服 Henry翻后并没有打顶盾 转牌一张草花8 两张草花两张红桃了 还不打吗 4000的坡下注3000 一个阻止性下注啊 不过没能挡住Brandon 最终合牌红桃10 来了 估计这会是一个check call 看看Brandon打算拿多少价值啊 等会儿 这 即便是这种情况还要打吗 Henry直接干出一个半池啊 而宫对面Brandon也没有再加注 仅仅选择了平扣 Henry真就希望啊 对手也有一张S啊 然后呢 踢脚还比自己的小 完全无视了合牌的弓盾 和这张红桃啊 来看这一手牌 Sashimi K10草花 Riss到了300 Mirano拿到了一顿时啊 300到了1000 拖到一手A8红桃 装位跟了下来 而鱼13呢 在爪位拿到了25方块 鱼13并没有入驰 而看到了一个300和一个跟注之后 Sashimi 我这很拼啊 反手是推出了欧印 先手加到300刀之后的反推啊 Mirano是有可能会去接的 A圈啊 甚至差一点K圈啊 都有可能 不过同时呢 也还是要冒险啊 会有牌手啊 拿着勾勾圈圈啊 同样做这种 Mirano跟下来 Tor肯定是跟不动啊 那这一手牌 Sashimi会比较麻烦 看到对手的牌 Sashimi知道自己是没什么机会了 跟对手说 发一次牌啊 给老娘来个痛快 好 那么来看看结果 会不会掉出来一张K呢 翻牌235 哇 这是一个梦幻开局了 给到Sashimi童话听牌 转牌 来了 哎 人生如戏啊 一次发牌 竟然是这种结果 恭喜Sashimi 拿下这个16000刀的底词 没关系 反正今天晚上 Mirano输了不少了 不在乎 再多输一点啊 来看这一手牌 Mirano六七黑桃 装位瑞斯到了600 Brandon拿到一对五啊 在抓位跟了下来 还有Sashimi的一对三 这个牌肯定也不会走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四人池啊 包括新上桌的牌手Michael 一手A10也跟下来 翻牌257两张红桃 Brandon中赛 这很舒服 先手过牌 等一个下注就行啊 Mirano手里一对七 看到三个过牌 一对七是完全有理由下注的 别打太大就好 2500的坡 打出1800 打得很重啊 Brandon老板非常的诚实啊 想都没想就跟了下来 转牌一张黑刀8 这张8给到Mirano一个后门的双头 身挺牌 而在flop上跟住的Brandon呢 转牌是选择了零打 面对这个半池的下注 这牌Mirano跟住就好了 追一追合牌的顺子啊 是OK的 赔率的话肯定是不够啊 直接反打了 他并不相信Brandon有牌 就单纯的觉得这么干燥的牌面啊 Brandon拿着一手什么空气牌啊 什么A钩啊 这样的牌在搞我 最终的合牌很有意思啊 是一张红桃还是一张钩 这样的话 无论是90也好 两张红桃也好 都可以在合牌啊 做成一手大牌啊 Mirano就差这临门一脚了 合牌敢打就有机会 或许今天一晚上输的钱啊 凭借这一手牌就能赢回来 还是没敢打 行吧 反正这手牌即便合牌下注 即便推出无印啊 或许Brandon老板也会去call的 Brandon这个人 有的时候闹不清楚 有的时候会很猛啊 好 再来看这一手牌 于十三入驰 圈圈加注到了500 低了老板枪口味的Straddle啊 五七红桃跟下来 单挑举 翻牌一张大A 给米吉达盖上了一顶大帽子 check check 职业牌手很稳 翻后并不下注 转牌一张钩 这给到米吉达一个卡顺听牌 而迪伦这个时候啊 站出来扮演一张A 一枪 打太小了 可以再打大一点的 米吉达想都不想扣下来 哇最终合牌 今晚米吉达虽然入持率低啊 但是重牌率是真高啊 而迪伦 合牌还是在做着尝试啊 继续扮演一张A 干嘛不把这1100 放到转牌一起打出来呢 或许还有点说服力啊 这手牌已经结束了 米吉达的一个反推 无论是多少啊 迪拉也接不动啊 一手7嗨 来自职业牌手的RES 9000刀 那么游戏结束 好 这期视频呢 到这暂且告一段落 咱们下期 接着看吧 下期见 下期见